我们来解决什么问题 第一个把它变成像这样的格式 民国年 然后月日两码 中间变成点 然后斜线改成点 然后后面的话 这样做不起 所以第一个也许我们就把格式 我先针对哪 我先针对这个好了 按右键出这个格式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 today 变成民国年 民国年当然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什么 就是形式类类型 因为我们这个版本 因为我们是反底中文 而且是台湾的版本 所以会有这个东西 才有办法做出中华民国力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版本是英文版 或者是哪怕你是反底中文 但是是香港的话 就不会有中华民国力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力 这是完全for台湾的版本 因为特别注意 如果不是你这个版本的话 那就每一天有同学写 就问我说老师 我什么电脑都没有 我问他说你是什么版本 他说英文版 很保识英文版没这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东西了 这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就中华民国 就中华 你就会在这边出现 但问题有没有一个完全符合 我们要的好像没有 不过这个好像比较接近一点点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将来如果你要的格式 没有完全一模一样 接下来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修改 修改的话特别注意 因为它还有保留一个空间 叫制定 所以如果你将来 找不到完全一样的格式 请记得你可以透过制定 去变出你要的那个格式 OK 不管是不是日期 其他也一样 OK 那怎么做 你就先选一个接近的 第二个的话 请你按制定 制定之后的话 其实你猜 应该可以猜得出大概 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指的什么 中华民国力 OK 然后这个一应该是什么 年 那这个斜线的话 那我把它变成点比较好 OK 可以吗 上面会显示预览 然后这个也可以把它改成点 那问题是三月变两码的话 那这边要怎么改 对 你不要 你不要没说改成零吗 零M不行 有没有 上面显示零零不对 所以记得这应该改成M 这个D的话改成DD 这个在Access 或者在其他软体 也有类似的设定方式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已经大概都差不多 剩下就是 后面还有刮虎周级 那我们先加个刮虎 因为上面多刮虎了 刮虎里面要加周级 你不可能再打个周一 周二 不是 特别之后 你就打A A A 有没有看到 三个A就有了 如果你要星期几的话呢 再加个A 三个A是周级 四个A是星期几 这样就OK了 我们就三个A就好了 按个确定 就有我们要的格式了 有没有 那 底下的话 当然这个格式 如果你要套用的话 你可以把复制格式刷一下 一模一样 有没有 这个复制格 复制下 两个都一样 那再来的话 还有什么呢 不过会有同学说 老师 那为什么你知道周级是三个A呢 其实跟各位讲 我本来不知道 但是我怎么会知道是三个A 其实你可以切到日期里面 切回到西历 这边就有星期几跟周级 那可是如果我想知道 它背后的格式什么都很简单 切到制定 有没有 A A 分号前面跟中瓜二五后面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公式了 所以以后 如果假如有这格式 你不知道 那你想要把它变出来 你可以把好几个格式 串在一起 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格式了 OK 所以这招还蛮好用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因为它这个里面不是什么都有 但是没有的你可以自己把它变出吧 大概是这样的道理 OK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像闹这个 我希望说年月是周级后面 加这样十分秒的话 十分秒 怎么办 没有嘛 OK 按右键 可以出现个格式 如果你要再加十分秒 有没有办法呢 其实很简单 到底差不多 时间嘛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让它出现这个 十分秒 AMPM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很简单嘛 制定嘛 然后请你把什么 把分号前面到中瓜二五后面这一串 怎么样呢 选起来 然后复制一下 OK 那复制之后怎么样 再取消之后 切回来 再一次 把它怎么样 放到这个公式的哪里呢 你要放的位置 记得不要放错 分号前面 空一格好了 我们就是在这个后面加上日期 然后时间 按个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 民国年 10分秒 7点14分 49秒 然后下午 就显示出来 所以以后如果没有格式 你也不用担心 反正再怎么样 你就拼拼臭臭 还没有 组装一下不就有了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变出来的 它本来没有 也可以把它变出来 可以变出非常多的花样 太多了 所以有些东西值钱的地方 就是你要自己把没有的地方变出来 这是加持 OK 所以每天我都在做这些事情 本来没有的 我还想说如果有的就不值钱了 就是要把没有的东西把它产生出来 这样子它才有很大的价值出现 所以你要想想看有什么东西没有 像其实这个课也蛮特别的 因为这个课 说是一般如果商学院的老师 他可能就金融方面理论很强 当然不懂程式 工程背景的老师 他可能程式很强 但他没有商学的背景 所以他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 所以两边都打不到 刚好我就想说 这中间应该有一些需求 刚好我以前工作也做 后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分享一些文章 慢慢被发现 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需求很大 就开始开这个课了 刚开始开这个课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说这个课要怎么开 因为我说真的 到底要怎么上 其实有时候也是摸石头过河 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你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懂得不见得是你需要的 所以慢慢调整到现在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慢慢有个雏形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慢慢你们问问题之后 原来这些就是你们的问题 以前我都觉得那不是问题 但慢慢发现原来那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会有个落差的 懂的人都觉得很简单 那不懂的人就觉得 那怎么这么困难 其实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困难 所以我就把一些各种的秘诀 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key point跟各位讲就OK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它拼凑 应该懂这意思吧 那再来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做一个什么 请你在这边分别把那个资料拆开来 怎么拆开来 请你把那个黏的部分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再练习 把黏放在这边下面 月放在这里 日 然后周 周起 然后再来就10分秒吧 我们大概就做到这里就OK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那要怎么做 所以待会的话也许可以想想看 我这边的话就是再把它画框线好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集中 年 帮我拆过来 月日周 那方法当然至少有两种 一种方法就是什么 还记得吧 我们好像第一堂课 还是第二堂课有讲到 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切 有没有 切 然后放过来 那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非常重要 Test 对 Test 你发现真的这个东西这么重要 可是很多人真的连用都没用过 我觉得很奇妙 如果你这个函数不会用 那你很多工作 你怎么做出来的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你可以用另外年的话 你可以用夜函数 month函数 day函数 这个叫weekday函数 那如果十分秒的话 你可以用hour minisecond 就可以把它切开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先用格式部分 然后拼装一下 把本来不存在的一个格式把它变出来 包含就是today跟now的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 在思考 就是说把年月日周跟十分秒 分别把它资料拆开来 ну 那 那 二 二 一 二